今天我们做的这一组训练特别的简单 如果要是你们家和我们家一样 就是有这个走廊的话 我们就站在走廊里面练 如果要是你们家没有这个走廊的话 你就去找门框 在门框上练也可以 我们的这一组训练虽然简单 但是它练习到了背 还有手臂 尤其是手臂下方 还有我们的臀 OK 第一个动作 我们来把手臂放到两边的墙上 然后向下滑 注意向下滑的时候 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肩膀不要动 你不要这样子的上下滑的时候肩膀要动 放上去了之后肩膀保持固定 手臂下滑就可以 滑到什么位置呢 滑到大概你的手臂与你的肩膀在同一个位置 就是从后面看是一个W字母的形状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把左边的脚向后 去用脚尖点滴 轻轻的点滴就可以 用脚尖来推着我们的身体前后移动 身体向前的时候 向后去加进肩胶骨 看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个向后加肩胶骨的力 注意的就是肩膀不要去怂 第一不要怂肩 第二不要去踏腰 你不要向前推的话 你的腰就去向前拱 知道吧 整个上半身是一起向前移动 和一起向后的 好 然后我们来推30秒 如果要是没有计时器的话 你就数30个数就可以了 注意力全部放到你的背上 OK 然后我们来练臀 手臂向上 移至你的大臂与地面保持平行 然后双手去按牢 墙部保持固定 然后脚啊 脚还是在后面点地 然后我们来上台 是不是 现在你做这个动作 应该是有两种感觉 第一就是你的大臂下方 这一块会非常的酸胀 第二就是你向前抬的时候 其实是抬我们臀部的下方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 当然你要是用手摸 你的大臂就练不到了啊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你整个臀部 是有一个向上移的感觉 然后腿和脚尖是放松的 知道吗 不是用脚尖去往其抬 是用臀法里往其抬 还有就是你的视线 要一直看向前方 不要去低头 也不要抬头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颈椎啊 和脊椎保持一个正常的弧度 OK 然后我们来 左点地 右点地 这个训练到了我们的侧臀 手臂依然要在这放着 就是那个酸胀感要一直让它保持着 你的大臂才能练到位 知道吗 然后你看啊 保持上半身的稳定 腰椎不要跟着晃 我们只是臀法力去左点地和右点地 OK OK 我们左边的臀部练完了 来练右边啊 依然是手臂先向上伸直 然后来 向下滑 肩膀保持固定 指示滑手臂 滑至W的形状 然后我们右脚尖向后去点地 身体微微前倾 用右脚尖去轻轻地点地 然后我们前后移动身体 向前的时候去向后加进肩胛骨 但是不要去踏腰 就是整个上半身都是向前倾的 而不是指示你的胸部去向前挺 好 来练腿和手臂 手臂向上移 移至你的大臂与地面保持平行 好 然后身体再稍微向前轻一点 这时候你的大臂下侧 应该有非常强的酸胀感 然后我们来抬脚尖 臀发力举抬脚尖 脚尖小腿放松 好 上半身保持不动 然后来左点地右点地 连侧臀 大臂非常地酸胀保持住 不要放松 OK 来 手臂慢慢地下来 我们来转动肩膀 是不是 让整个上半身放松一下 还有手臂 我大臂非常地酸胀吧 好 来 左个拉伸 这个手臂非常地酸胀 右手 右手扶 右手扶 左手向上 然后去弯 慢一点 拉伸 拉伸整个左手臂 拉伸整个左手臂还有腹部 其实今天我们做的这一套动作 其实今天我们做的这一套动作 做完了很舒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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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臂非常地酸胀